LAYO 了世紀,天天的不行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來看葡萄奧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大約6點鐘方向的YO 選擇了葡萄奧人 葡萄奧人特色 所有的黃金冰都是八折優惠 而且他的火槍可以擁有彈道血的效果 只要點一下這個火神槍 而且他的生鋁由於八折黃金的效果 生鋁的造價也是八折 只要八十塊就可以採一隻生鋁 生鋁科技只有啟事思想沒有 基本上是全滿的 而且後期也有工程工程師 火炮也可以獲得彈道血的效果 接下來看一下葡萄奧人 葡萄奧人特色是他的大莊園 大莊園在旁邊灑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而且他挖石頭還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葡萄奧的經濟是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那破爛人的特色是他的騎兵單位非常便宜 只要點下貴族特權 騎士一直只要30塊錢 而且烈克提克遺產可以讓大落馬獲得擴散傷害效果 強盧部分也可以使用 因為只有少了一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他的馬攻路線也只少了一個安心人戰術 所以要走馬攻、奴兵 或者是要走騎士路線都很適合 劍兵路線也是OK的 有三攻三防但是沒有大槍兵 所以波蘭人遇到駱駝國或是遊俠國 會比較稍微劣勢一些 所以通常遇到這些文明的時候 可以考慮打馬攻路線 或者是打戰錘兵路線都是很適合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這行比賽是LY戰隊 YO對上阿痛 上次我們把阿痛認錯人 那他這次名稱改成抖音阿痛 就比較熟悉一點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黃金的位置 那黃金的位置目前看起來 左邊這個地方比較難守 這裡可能要圍死才會比較好打一點 因為主金就在這個位置 主金在後方、果子在後方 這個開局對於破爛人來說是非常好的 那前面的話也可以圍一下 這張地圖來說並不會太差 也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開局的地形 那歪這邊地形就比較慘烈一點了 他的黃金呢是在高地上 如果這裡沒有辦法圍出去一點的話 要是被人家踩了高地喔 那你在下面挖礦的時候就會很難受 所以這個前面一定是要往外圍一點的 那左邊有塊石頭、右邊的黃金 加上前方黃金 黃金的位置是比較慘烈的 三塊黃金都偏正前方喔 這個不太舒服 那木區的話一樣是有三片 如果要圍到底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大圍喔 才可以圍好 那小圍的部分也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就是了 這邊可以再直接小圍小圍 但如果這邊全部都小圍的話 就意味著黃金會遺留在外 所以可能還是要往外圍一點 稍微要多花一點村民 把這個家裡給圍好 好 YO這邊開始補魔房 這邊應該是一個正常開局 村民稍微按了多一點 那葡萄人呢 吃果子喔 可以慢慢產生木頭 所以YO這邊前期吃果子 前期的經濟還算不錯 那我覺得葡萄人呢 他算是一個滿強勢的文明喔 基本上可以把它看成全能型的文明喔 三公三房全都有 大長兵 強奴 還有這個重裝騎士 雖然沒有大落馬 但是有三公三房 打這個蛋毛兵喔 清起兵也是ok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阿痛這邊是19P YO也是19P 兩邊都偷了織布 織布都偷了這樣子 YO也是偷了 OK 偷織布偷起來 阿痛左邊補了一個軍銀 好 織布技術 一擊伐木點殺 兩邊封建時代 要轉肉馬嗎 ok 肉馬開局沒錯 阿痛這邊要轉弓B嗎 其實阿痛這邊波蘭人 封建時代初期喔 轉馬壓力是滿大喔 因為一開始並不會種田 所以這個肉的消耗 為了要點這個異農銀木喔 肉馬的數量會少 所以往往喔 很容易會這個肉馬的數量輸給對手 第一時間 那到封建時代 大約13分鐘或12分鐘左右 再轉馬開始灑農田喔 這個優勢喔 才會慢慢延續下去喔 ok 那阿痛這邊 果然是要轉馬啦 好 那不是第一時間轉馬喔 可以看到這邊是11分鐘 快要12分鐘 才按出第一隻馬 ok 阿痛的流程相當正常 YO這邊的流程呢 看一下 好 這邊是三次猴 後面要來補弓兵 OK 那 YO 葡萄人 在封建時代打弓兵 比較符合他的文明特性 畢竟封建時代能產的黃劍兵 就只有兩種 一個是裝甲步兵 一個就是小弓了 好 這裡肉馬過來 能抓到一村嗎 唉呦唉呦 這個 這個夾 卡位 硬吃 吃不掉 阿痛 衝動了 送掉兩隻肉馬 這一位的自己的槍兵要按多一點 不然就要上大師牆囉 毛兵要趕快下 往後補 哇這個 這個射箭場 好難改 好 趕快補一下 果然射箭場 應該就能守得住 好 那阿痛這裡 要不要補個兵 軍兵工場 兵工場補這個位置 補一下如何 好 這裡工兵也幫忙再射馬 最後 阿痛選擇了一個為死不交流 點下了一擊 輪軸技術 這個經濟來得很快 那波蘭兩片農田 兩個大中原 深層寶時代就綽綽有餘了 這邊應該是要選擇先升級 毛兵繼續按 黃金差一點 點下了城堡時代 十六分半 點下城堡時代 好 那這邊就是阿痛的分水嶺了 能不能繼續打下去 就要看這邊防守 是打得如何 好 這邊房子趕快圍 盡可能的把家裡圍好 現在有一擊射 射程來說OK 但是沒有工兵鎧甲 被工兵射還是有點疼的 而且還是高打低阿 這裡高打低 戰毛兵血量掉的有點快 好工兵鎧甲補下了 還是得補 不然被消耗的有點嚴重 好又點掉了一隻 繼續圍 應該沒問題 村民點不掉 打破了一個洞來 肉馬繼續輸出 但是工兵一直血量在慢慢掉了 阿痛甚至這裡不用太去操作 一擊的工兵鎧甲之後 A就完事 後面要不要補一下 這裡有一隻槍在戳 阿痛這邊直接圍了一堆房子 防守來說沒問題 那以上去的話 還是要先開個TC 開農一下 但是這裡沒有石頭 可以去挖城堡 沒有城堡 就意味著沒有銀貫技術 貴族特權 暴騎士就會稍微傷一點 那阿痛這邊也可以考慮轉奴兵 或是轉馬功 那與遇到葡萄的情況來講的話 這裡最好是先展個戰毛兵 擋一下 待會出去開TC 挖出城堡 再轉騎士 不然就是裡面先補個工程器製造所 也OK 好 這邊阿痛看來沒有辦法原地站A 這個房子有點危險 好 剩下180滴血 阿痛的戰毛兵好像沒有繼續補的關係 一定要先補些騎士 有嗎有騎士嗎 好有 下面補了個馬就 先按幾隻騎士擋一下 不然要失手了 阿痛這波防守 OK 問題不大 好 毛兵繼續打 但戰毛兵有點難點 因為按了騎士 轉了馬功 雙射箭場 轉馬功 OK 我覺得雙射箭場馬功 比起三射箭場來說 雖然承襲慢了一點 但是對於經濟來說 跟繼續延續的爆兵產能 問題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有時候三射箭場你一下去 雖然一瞬時間可以爆一些馬功出來 但是你後續的產能跟開TC的壓力是非常大的 會有時間上的壓力在 好那這邊YO抓了一村還不錯 阿痛這裏有點難受 馬功出來了 好那YO這邊看到馬功 只要轉奴兵配騎士 正常的打法就沒問題了 全黃金兵 對於YO來說這個文明相當舒服 但黃金要多挖一點 以及挖金要記得補 挖金有沒有補呢 已經補了 那這樣子挖金就可以稍微穩定一些 好這裏轉奴兵配頭車 加騎士全黃金兵 好這裏是選奴炮 沒有選頭車 好TC先開在了右邊 右邊這個木頭 快要被打破了 趕快補一下 好左右兩邊都開下了城鎮中心 現在破爛要怎麼獲取石頭是一大問題了 他的石頭剛好在前面了 這裏難不成要再開個TC嗎 但是工程器製造所已經開在了高地 高地工程器製造所 反擊防守都很好用 好阿童現在有點難出門 馬功數量不夠 好但優點就是現在慢慢按馬功喔 基本上產能不太會斷 好應該會還是會小斷一點點 畢竟開3TC喔 還不是雙TC 農田肉量還不夠 先穩定一下 再補一些 這裡再補一個 補兩個田 再補兩個田應該就夠了 接下來就補木頭跟黃金 馬功 投石車 再跑路一鏟一下 好威爾這邊拉了一隻村民過來幫忙輸出 但是馬功 現階段來說比較沒有那麼的 有壓制力 不然就是用馬功去抓一下村民 好來湊一下黃金礦 正面用投石車防守 會比較輕鬆一點 現在12隻工兵 踩在高地上 左邊的馬功已經悄悄的 溜到了後面來了 但是阿聰這裡還沒有點下跟蹤技術喔 移動速度有點慢 這個田居然是沒有繼續灑 是因為剛剛想要囤二級農嗎 但是二級農好像也沒有資本可以點 所以還是果斷再回去灑農田了 3TC 沒有灑滿兩個大中原 肯定是支撐不了的 好 果然有點斷村了喔 好 投石車出來 看能不能直接換掉 阿聰這邊要抓準YO投石車攻擊的間隔 直接來一發 出來打 撒到漂亮 大量工兵直接倒地 阿聰這一波 賺到了很多的工兵擊殺 而且後面也打破了木牆 YO這一波有點爆炸 只要讓對方的馬功進來 這一坨村民就完了 真的全部跑到前面 好 前面施力 後面著火 YO這邊防守 會有點壓力 兩村被拿下了 好 村民差距來到了12村 YO趕快在右邊 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後面走進來想要去抓村民 抓掉了一村 頭車到了右邊 直拆TC 先打村民 看到了 看到了 好 但這一波有點危險 這裡想要木牆 圍掉這裡的馬功 馬功雖然有品種 但是血量掉的還是有點快 村民直接手撕騎士 這裡 阿痛擊殺了非常多的單位 但沒有第一時間去抓村民 而是先打正面的騎士 後面的工兵 快要解掉剩下的馬功了 OK 這一波YO擋得不錯 雖然還是損失了一些村民 村民差距來到了快要20村 已經只剩下一些村民 OK 那現在家裡有頭車守住 阿痛的防守還是比較穩定的 好 頭車互丟 但是沒有秀操作 被白換了 阿痛這邊 前面打力不錯的 好 這裡又11隻馬功出來 還是要補個大學呢 好 又補了一個射箭場 好 葡萄人的工兵 跟騎士 頭車 繼續給到了很多的壓力 好 中間開始抓到一些奴兵 馬功又來了 中間這裡有個洞 會記得補嗎 好 補一下 馬功過來 直接控黃金 跟伐木區的村民 好 但是沒有走好位置 送了兩隻 好 家裡 結果這個頭車 順利換掉 YO的頭池車 漂亮了 現在YO要想辦法 搞定一下這一坨馬功 要馬就是繼續給 阿痛更大的壓力 要馬就是用這裡的功力 直接高打滴 沒錯 但是沒有彈道學 好 阿痛補下了大學 轉出了彈道學出來了 左邊開始偷挖石頭 好 那待會阿痛就可以 馬功轉騎士 或是轉肉馬 都是一個波蘭不錯的打法 現在馬功路線 對於波蘭人來說 是一個很好的打法 以前大部分的波蘭玩家 或是頂尖玩家 比較會少走這個馬功路線 但現在這一兩年 到死第帝國的戰法 也是一直 日意月薪喔 越來越多奇特打法 例如這個哥德 馬功 好 這裡馬功 遇到奴兵 還是有點受傷 畢竟奴兵造架成形塊 但YO這裡沒有邊走邊甩弓 有一點小虧喔 拋過來串燒 這裡還是要先點奴兵會比較好 好 毒兵的擊殺能力現在是大於奴砲的 好 這邊高打第一 收掉弓兵之後 毒砲也可以解決 好 這一波阿痛成功的反殺了YO的弓兵 YO這邊弓兵想要再續起來的話 還需要一段時間 要再補射箭場嗎 好 直接補了一根城堡在前面 然後補了一個新的虛弱道院 看來是要打算走生女路線了 好 阿痛這邊已經成功的殺出了一條血路 石頭也開始在挖了 左邊也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經濟現在是非常好的狀態 好 但是遇到城堡 這裡要撤 這裡不能打喔 這個城堡位置還不錯 那待會兒另外一個城堡可以考慮差這個位置 或是這個位置 都不錯 這裡是高地堡 好 我只懷疑點下了 阿痛現在馬攻路線只差一個工兵鎧甲 基本上就點滿了 誒 跟蹤技術居然還沒點 難怪剛剛追工兵 有點追不太到 阿痛會不會發現自己忘記點呢 好 風情砲出來了 風情砲其實也是怕工兵單位的喔 因為他的遠防只有四點 馬攻本身就有六點傷害 加了兩點 可能就是八點傷害 一下四點傷害阿 所以 風情砲也不能扛著這個傷害 並跟著這個馬攻打 好 右邊有一坨工兵 成功抓到了一些村民 這五隻工兵 成功殺了到了阿痛 阿痛在後面有點危險 但是正面也不太安寧 這裡有非常多風情砲加頭車直接過來 阿痛直接點掉這裡過來的單位 哇 風情砲直接倒了非常多隻 哇 但右邊這裡好像沒有看到 雖然順利點下了帝王時代 但右邊的村民史上有點多 阿痛好像沒有看到小地圖 過了一陣子才發現 哇 這個村民已經賺了 抓了七隻村民 不錯不錯 哇 這波多線打得漂亮 好 高打第一 風情砲 要小心了 這個高打第一 又是有點大 好 暫時都殘血回了下來 這是馬攻 射風情砲傷害是很高 況且這裡還有投石車 好 投石車開始砸 投車是不是在砸原地阿 踢地板踢出位置 好 這裡補下 投車自己砸自己的城堡 有點尷尬阿 好 馬攻過來繼續給壓力 投石車被點掉 騎士趕快收 好 村民 應該能蓋起來 義勇時代是由阿痛在此領先 好 城堡補完了 好 點掉風情砲 兩隻聖女倒地 現在右側這座奴兵還沒有走 這裡沒有繼續更多村民在伐木 所以開始往左邊 開始擴張 阿痛終於拉了工兵過來 就來解決這些奴兵了 好 地獄時代以上 先點了一個貴族特權 巨型投石金 並沒有馬上補 感覺這個貴族特權 不應該這個時間點喔 帝王上去應該也是要先造巨頭 先拆 會比較好 因為第一時間也沒有辦法馬上爆馬 感覺先按個一台 再點貴族特權會更好 先poke城堡的血量 畢竟輸出不需要支援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左邊 五隻馬公 看能不能抓到這隻僧侶 走走走走了吧 好 走走走 出發了 出發了 趕快先繞背 好 騎士過來 又看到蓋寶的村民 劇集頭11第一台準備出來 阿通貴族特權點下 這時候是在補凍裝騎士 所以沒有第一時間按騎士 這個凍裝騎士就有點 有點稍微可惜喔 哇 有點難受 巨頭出來 先拆吧 馬公開始有點打不太贏了嗎 轉騎士的關係 現在馬公數量很少 左邊的馬公 成功擊殺掉一隻僧侶 看自己的僧侶也被 被這個僧侶著想過去 左邊這個挖黃劍的村民也被看在眼裡 好 現在阿通 種種騎士升級好 騎士要趕快按了 現在阿通挖黃劍的村民不夠多 現在要再補一些村民 好 投車過來 應該 巨頭開始輸出 現在都把資源投資在巨頭身上了 貴族特權 終於 來按騎士了 馬舟的部分也不夠多 現在只有三個馬舟 第四個正在補 阿通資源量 現在領先YO 3000資源 突然的經濟是真的好 真的好 現在YO想要打贏 可能還是要轉個大槍兵才行 先補個步兵鎧甲 待會再轉槍兵吧 不然便宜騎士真的會消耗到YO非常多的資源 跟村民 也有可能會被一波帶走 有槍兵防守的話還是比較安心一點 好 那化水研發好 趕快產個火炮吧 火炮有沒有要產呢 好 最後一次先專注提升步兵的科技 重裝騎士阿通已經準備好 更動技術二級馬鎧 慢慢的補了上去 五個馬舟已經準備好了 開始要來爆馬 但是阿通這裡的木頭有點多 45個人伐木 總共前卻只有38片 待會這裡還是要繼續補大莊園才行 趕快再繼續補 好 現在左右兩邊 最後再用巨頭 攻城 左邊這根城堡 多米拿下 阿通這邊總共是按了4台巨型投資機 攻城非常快 那YO這邊應該不會生精銳風琴砲了 所以待會城堡可能會被拆光 沒有城堡就沒有風琴砲 那可能後面可以考慮轉個火槍 或是走 攻兵路線 都是可以考慮的 火槍攻兵配槍兵 還是要轉僧侶呢 僧侶科技還沒有點一刷技術 現在正面有點扛不太住 三級的槍兵鎧甲 出兵鎧甲已經點下 城堡被打爆了 這一波騎士衝進來 撞到槍兵 風琴砲還在防守 這邊的巨型投資機 攻城還沒有結束 YO這一波槍兵成功擋住了阿通第一波的 重裝騎士衝鋒 現在阿通黃金突然一瞬間補到36個人 好像有點過慘了 反正是農田不太夠啊 看來阿通是因為為了要繼續走馬公路線 所以挖了一堆黃金 木頭稍微有點失調 食物有點失調 但現在又補了一些農田 下了化學三級射 要不要補 好補了 重裝騎士直接衝到了城堡的後方 WOW這邊趕快到後面 血防一下 但是槍兵的機動性依舊還是不夠 但是這根城堡已經成功擊殺掉了非常多的騎士 後面的4台巨型投石機能夠拆除這棟城堡嗎 這一波封城戰 阿通已經拿到了非常巨大的優勢 巨型投石機再拿下一台 第二台也可以拿下 哇 4巨頭高打低 傷害實在太高 村民21個人修 還是修不起來 WOW這一波 糗了 還卡人口 城堡一掉 人口也往下降 TC又掉 人口又卡 這裡提示又被拆一個 人口再繼續卡 阿通這一波打得很漂亮 但是槍兵已經慢慢插了出來 重裝騎士 能夠繼續往前補嗎 這裡馬弓開始反擊 槍兵直接往上 阿通這裡五台巨頭 被拆掉離台 還行 WOW這裡火炮 3-3來遲 但這個火炮 產出來 要怎麼守住也是個問題 現在WOW的黃金真的很尷尬 兩個黃金都是在比較偏正面的位置 那黃金還被阿通給抓了 給挖走 正面的騎士 正面硬扛 但是終究是打不贏 槍兵 好 左邊防槍兵高打低 檔案很不錯 好 WOW左邊槍兵 再次擋下 重裝騎士 波蘭的騎士 還可以遠遠不絕 繼續來 WOW突然轉出了港灣大商戰 要來延續一下自己經濟的劣勢 但是這個來得及嗎 左邊的黃金礦也被控制住了 黃金時間84個 現在只能靠槍兵跟戰錨了 但戰錨兵也還沒升級上去 怎麼辦呢 WOW遇到這些槍兵 這些馬功 槍兵是有點 毫無防守的 哇 像四面楚歌啊 左邊移動城堡 正面移動城堡 WOW黃金 現在靠著港灣大商戰 繼續延續自己的黃金生命 現在比較尷尬的是 現在一個聖物都沒有 聖物被打噴了出來 現在阿通 正準備要給WOW最後的一擊了嗎 巨頭開始架起來了 騎士正在續 續到了21隻 轉人肉馬 肉馬還沒升級 眾多馬功點下 這一波過來 這要是港灣大商戰 再被拆除 就要涼涼了 火炮第一時間點掉 港灣大商戰暫時沒事 後方眾多騎士抓掉了非常多的村民 娃娃的村民數現在快要不滿100村 但這一波槍兵成功戳掉了兩台巨頭 好 這一個反擊 娃娃已經不虧 阿通這邊眾多馬功已經升級好 攻擊力來到最高7加4的傷害值 好 阿通這邊見裝自己的黃金也快要見底 在這一波多線 確實把娃娃的村民數打到只剩下94村 左邊的提斯也被控制住 娃娃這邊打出了GG 我們恭喜阿通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阿通這一波重裝馬功 轉騎士 這個搭配打得非常漂亮啊 馬功配騎士真的是黃金組合 沒想到娃娃的黃金組合 居然是被破爛給秀了出來 那我覺得娃娃前面的壓制也是打得不錯 但是問題就是自己的地圖太爛了 阿通的黃金位置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那感覺上阿通這一波也是決策 打得對喔 馬功一直有做到事情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阿通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他們贏了1萬資源 石頭部分稍微輸了1000左右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